好,那我今天想講一下製作RPM的套件 不過材料太多了,所以我想先問一下 真正有興趣想聽的人,然後他的想聽哪一部分 你說哪一部分是有什麼選項? 比如說,你從來沒有關過RPM 然後連RPM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那當然是先從初級的開始 然後講一個大概,一個簡介 然後基本的操作 可能就到這樣而已 那另外一個是你有大概有包括RPM 然後知道他是什麼東西 然後想知道他裡面的原理 然後各個不同的RPM有什麼差別 然後再 再一層就是 你 做RPM 套件沒有問題了 但是 你想進一步做 從SourceRPM開始做 比如說你想 包網路上的 別人寫的軟體 但是 一般 滴怒是沒有的 你想幫他包出來 就是包那種 前面兩個都是包別人包過的東西 那第三層就是 從來沒有人包過的東西 你要自己從頭開始 你要自己從頭開始 從零開始 那也不是完全從零開始 還是參考 然後再整個包出來 那再進一步的話就是 就是你從零開始也包過了 那想要 能包好幾個 十幾個 幾百個 幾千個的時候 你所 你需要 額外知道一些事情 就從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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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知道 你的 想聽哪一部分 都可以 都可以 有 有 有經驗嗎 或是想 對什麼 哪一部分有興趣 我覺得 第三個 比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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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比較不容易找到 網上 資料 對啊 當然 越後越後面越不容易 對 所以我比較想要 特別的東西 對 那我知道 那這位 有想 你特別 買一部分嗎 從頭開始 從頭開始 是喔 車是包裹 一次 嗯 不好意思 是吧 可是 隨便找到 你還蠻動的 那你開車 車動 那其他 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嗎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說想 特別去哪一部分 沒有接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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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比較少 對啊 可是一開始講 你前面沒有發過 其實講的 也是聽不太懂 沒有接觸的 比如說 我拿到一個 它後 那我要怎麼做 比如說它是標準的 CMAC 或者是 Python啊 Ruby啊 那些Package 讓我們有沒有 標準的 流程 可以把它做成哪一部分 嗯 嗯 有時候有CMAC 買的時候 是 嗯 那都是 有沒有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嗯 對 Enter 然後 Rebound CMAC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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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拿到一個 就會想知道 有CMAC 嗯 那 有CMAC 都算是 比較好的 已經算很有良心的 哈哈 原來 至少 可以MAC一下 看看 有的根本 連MAC的機會 都沒有 對 呵呵 對啊 像 當然有些可能不是 關注照片 例如說像自信上 嗯 自信 很好人 是不是 之前蠻有一些 對 心理 就每 每一種 規範的 就是 設施的 不一樣 就是 對 對 每一種 真正要解決的話 每一種都不太一樣 好 好 謝謝MAC 哈哈 好吧 那我想想看 然後 比較我覺得可能 呃 教條式的 或者什麼 類似教育訓練的那種 對 我就 會很快跳過 那大部分就是 碰到概念的時候 再 多講一下 我想大家有概念 自己 有空再去慢慢 學習 一條一條 很多是 我包的時候的 經驗嘛 他列出來了 那個 你如果真正沒有碰過 通常是你自己包 然後碰到問題的時候 你再回來看 才會發現 啊原來他講的 就是這一條 那我直接講的話 你就不知道 不會這樣長 沒關係 好 好 好 那我今天講一下做 RPM套業領這個東西 呃 啊 那我體質在 各個系統上面 有不一樣的東西 那 Windows以前 DXD檔 NSI檔 那 Linux當 就是 最早以前有DNSH 就是把整個東西 通通寫在一個 超級大的 share scoop裡面 但是share scoop 卻是文字檔 那他把Binary先 編碼以後再塞進去 然後自己解自己 就變成一個 這是最早安裝的方法 但是這個 想也知道很麻煩 又難做又難 又難裝 而且超級大的 因為它是文字檔 呃 後來就有DEP RPM 以及其他各種不同的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RPM這一種 那有這種格式以後 一般人才比較容易 所以 拿到以後 就可以直接安裝了 他不需要再經過一些 繁複的開發者 所 採用的一些路透 才能安裝 呃 整個製作概念大概是 這個樣子 好 那一般我們開發者的話 熟悉的是 從Soft Core 到Binary Files 這一段 那這一段 有需要的 呃 東西 不是我今天要講的 而已 大概有 像 底層的 從GCC 再上層的 MAC 再上層的 CMAC 或者是 QMAC 之類的 都是屬於這一層 那至於怎麼變成SourceCode 那是開發者 Language 那個 那跟今天 RPM有關係的 是 這邊這一塊 那當然你做好RPM以後 還可以繼續往下 就是 把它 收集成一個套件庫 它還有其他的應用 那這也不是今天所要講的 那在這一塊裡面 我們又特別專注 呃 簡單的話 碰到是從SourceRPM變成 InstallRPM這一段 所以等一下我會先講這一塊 那如果你做熟悉的這一塊以後 你可以繼續做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 從SourceRPM到SourceRPM 你會想為什麼 已經有SourceRPM 為什麼還要變成SourceRPM呢 因為它也許是別的 東西 可能是你拿 SourceRPM來變成 呃 北斗瓦的RPM 這個時候你就要 拿到它的RPM 你要稍微再改一下 變成 Redhead可以用的 然後才能變成 InstallRPM 那這個當然也熟悉以後 我們才能進到說 怎麼樣去做出來SourceRPM 做出來SourceRPM 它需要兩個 一個是原本 開發者寫好的SourceCode 那另外一個是你自己 打包著要準備好的一個 SourceRPM 我們叫規格檔 那這個是 其實是最複雜的部分 那我們先從 呃 下面的部分 SourceCode變成 InstallRPM 那先大概介紹一下 RPM它是靠近管理性 它就是解決下面這些事情 那本來叫 Redhead Package Manager 那因為這個字有商標 然後又 怕別人 不好意思用 所以它改成 RPM Parenting Manager 然後簡稱RPM 就是要把它自己的名字改掉而已 它主要的話 分兩種 我剛剛講的 一個是原始碼套件 SourceRPM 它裡面就包含了原始碼檔 修補檔 這個Page 還有規格檔 就剛剛講的Spec File 然後另外一種 是安裝套件 InstallRPM 它裡面就是 將要安裝的那些檔案和目錄的一個印象 它就整個包在裡面 使用者 安裝進去以後 它就是 整個扣不到使用者系統的東西 那這個 RPM套件檔 它其實是一個CPIO格式的封裝檔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類似跟 就像TAR也是一個封裝檔 CPIO是另外一個格式 它是用這種格式把它裝起來 變成 就是 就是 理解成 就是TAR成一個 單獨的一個檔案 那不管是 原始碼 套件和安裝套件 都是這樣 所以 它的好處是 同樣的秘密 RPM秘密 對於原始碼 套件和安裝套件 都可以用 因為它們都是一樣的CPIO的格式 它另外 我們要注意的是 規格檔 Spec File 它就是 剛剛整合所有動作 它就像一個劇本一樣 它只是一個純文字檔 它把所有你要而我 解壓縮 然後 build 然後install 然後 你套件裡面的一些 描述 然後一些 transtorm 通通寫在這個 規格檔裡面 所以它只是一個 複雜的純文字檔 像其他套件的話 還要分好幾個不同的 規格 來組合 它只有一個 那利用RPM管理套件 有下列這些 以及它們延伸版 一個RPM檔案 它的命名規則大概是這樣 它副檔名是RPM 那平台主性的話 有這幾個 其中這個Source SRC 表示它是SourceRPM 那其他的 除了Source以外的 都是 Instagram 也就是說 其實本體上 這 跟它們 並沒有什麼差別 就是說 你 分佈 發散 SourceRPM 跟發散 Instagram 是一樣的 都是 一個RPM 就可以辦到 那 那 名牌的話 當然常見的 i686 然後 X8660 然後 ARM的話 有這些 然後還有 比較特別的是一個 No-ARM 就是 它的名牌 是不分屬性的 在 這名牌就是 在這一點的套件裡面 有不一樣的 它這個 X8660是 AMD64 然後 No-ARM 所以 其實都是一樣 但是 用名牌 那前面的話 其實很容易了解 它就是一個主要名牌 比如說 我們常見到 Fivebox X-ARM 然後 有時候會有一個 資料名牌 通常直接 Live 就是這個套件 有需要的Library 然後 Development 就是開發套件 通常是它的 Include 還有它的 一些 Standing Live 的 然後 第三部分 是 編號 它可能是 照一般軟體的命名 可能是2.1.3.4 或者是 只有2.1 都可能 那也有的 直接就用日期 那第四部分 是四書編號 四書編號 常見的可能 最簡單就寫一個1 然後 比較複雜一點 裡面寫 比如說 3.FC20 這表示 它是 在Fedora 20上 推出來的 那 前面這個數字 是釋出的意思 這個 通常 這個數字 是有打包成價的 就是 你 第幾次打包 所以比如說 Firebox 第20版的 第一次打包 然後你再包一次 你可以把它改成2 第二次打包 但是只有 你包好以後 你覺得OK的 四書才需要加 你不需要 你自己 測一次就加一次 不需要 這只是 可以讓你分件用的 那 這個後面不加 其實也可以 這後面 大部分都是 發行板 再把它加上去 好區別自己的版本 跟其他人 那 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有一個習慣 就是 四書編號 如果是0的話 0的話 表示 第0次打包 這有點奇怪 但是 這其實 這用意是說 如果四書編號是0 表示 前面這個版本 編號還會成熟 就是專門用來打包 Beta版 或是 release candidate 這種版本 Support 所以它版本已經升到 比如說 升到20了 但其實它是20Beta 可是你又不好寫說 19 然後這邊 因為它實際上已經比19要高了 它已經是20 不是20Beta 可是你又想打包 你還測一測 所以你版本還是可以寫20 但是四書編號就打0 然後 後面就接 它的 字都飛 你可以寫Beta 1 Beta 2 然後這邊接0 這邊的最後一把 再去 做你自己的 四書編號碰桿 這個四 可能就代表 是我這一個的第四書編號碰桿 可是通常 如果有熱血的才會這樣做 就是把版本 Beta的再拿來打包好幾次設計 除非是很重要的 軟體 所以 否則我們通常都會等它 其實是正式版本以後 才會再拿來打包 那這個 就 會保持一二三獎的一家卡 那0的話是 比較特殊的情況 那另外 我後面還會提到 靠件名稱 靠件名稱的話 它其實整個來說 就是RPM前面的這一段 我們都可以叫它的套件名稱 但是 最簡單的講法 剛剛是 我們講的 這個套件名稱 Sciperbox 就講它 不要迷你 那 有時候加上試料名稱 試料名稱 那有時候還會再加上平台 有什麼時候用到呢 比如說我用RPM或Y1 我要安裝什麼檔案的時候 耗件的時候 我當然 就只要 RPM 或Y1 只要加上 耗件名稱就好 那有時候 你的系統可能很複雜 你裝了好幾個不同版本的 HIPOX 通常它會彼此干擾 但是如果它包得好 真的包得很好的話 有些是不會負擔干擾 它可以讓你們去 裝在一起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要想移除的話 那你就不能說移除 Firebox 因為它這樣子 有可能會說 它發現有好幾個 不知道要有移除 來的 那這個時候 你就要把後面這些 再打上去 好樣系統 你知道我們 真正要輸出掉 但是一般我們 打主要名稱 就足以代表它套件名稱 那這個是RPM檔的秘密碑 那在 水兜化的系統裡面 我們要使用RPM 必須要有這幾個套件 通常一定會有 因為 這幾個沒有的話 水兜化系統都能一起 那我們製作套件的時候 還要另外安裝這幾個 RPM Build RPM Build RPM Build 這是一定要的 當然你也可以再另外裝這個 RPM Development Build RPM Build RPM Build RPM Build 那這個用途 等一下我會介紹一下 這不一定要裝 但是裝的也可以 有一些幫助你開發的東西 那通常一般使用者都不會去接觸到RPM 他們都是用RPM的前端套件 就是有另外一個 目前只要是用Y1 就Y1 其實它是內部會去鋪掉RPM 那Y1它會幫你解決一些聯網 然後 彼此之間 低層的關係 然後會不會去找不同的套件庫 它會幫你處理這些事 所以 一般使用者 簡單的話 就是 Y1 install 然後加一個套件庫程就可以了 很少再去 直接接觸到RPM 那如果 指令都不想打的話 它還有一些 圖形的介面 Y1 EX 都是Gnome裡面 它自己的一個 那個 叫做軟體套件安裝之類的 它 實際上是鋪掉它自己的一個 不及的介面 那這個 會在內部 我不確定它會不會去鋪掉Y1 然後最後一定又去鋪掉到RPM 幫你做一個 那就是RPM系統 需要連接相關討論 那對於我們打包者 也 當然協運這一段 就是必須要知道 那打包者的話 它綠色的主件位置 它會放在 在於其個人的RPM的主義物下面 它會放這幾個目錄 那 這其實 看明明就知道 你的Spec檔 要放在這裡面 然後 你的Source檔 要放在 Apple 放在這裡面 那有這兩個 就可以開始打包了 那包出來的東西 SourceRPM 它會放在這裡 RPM 它會放在這裡 那這兩個 是包的過程中 才用到的 比如說你在包的時候 Source會被解開到 Build裡面 在Build裡面進行 比如說像Mate 跟能動用 然後Mate 完了以後 Install 它會Install Install到 Build Root裡面 然後再把Build Root裡面的東西 包起來 放到RPM 那通常 做好RPM以後 這兩個就會被清掉 所以這兩個是暫停的 但是有時候 你出錯的時候 你要進去看一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通常 是不需要看到這兩個 那比如說這個 和這個 包出來也會是RPM 和RPM 那另外 不過這個比較進階 就是你個人設定吧 它會讓你定義一些具體的參數 放在Home的點 RPM 就是被刺這樣的定義 那前面加幾次號的話 是背處 就是說它綠色是這樣的 它綠色這個底線 TOP PIR 就是你這個 也就是說你可以控制 你要在哪裡做 如果你不喜歡 在你後撥錄下面 那種RPM View 什麼地方 你可以把它放到別的地方 這個時候 你一定要設好這邊 那這些都是 套一件 那個 做一種預設的 那你自己還可以設一個 Planter 就是把你自己的領域 這樣子 這樣你就不需要 而且它也是建議 每一個spam檔 寫一次 這個Planter 那另外 對於White One來講 你這邊也要 雖然這跟打包沒什麼 太大的關係 但是我們也要知道 萬一 在搜尋炮件庫的時候 它會去看這幾個設定檔 就是它自己的設定 然後這個裡面 就放各個炮件庫的 設定 就是從那裡連 那它炮件庫 你再放在這個 這個 因為你包好以後 別人要用 那用的人 一定會問你 好 那這個是基本的RPM 那這樣 我們現在講一下 這一段 就是從搜查RPM 變成已經搜RPM 簡單的流程圖就是這樣子 從開始以後 你先看看有沒有搜查RPM 如果你有 別人已經做好了 那實在太棒了 那就把搜查RPM裝進去 那通常就是用RPM 然後 減I 然後 通常是減UBS 你知道嗎 就跟 VistaRPM一樣 把搜查RPM裝進去 那它裝的位置 就是 裝在我剛講的 那個 個人錄錄一下的RPMPU 裡面 剛好搜查RPM以後 看看 SPEC檔裡面的需要改 呃 如果你是要拿給別人用 那你至少 因為你又Build人數 所以 你應該 再加上一個 你自己的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 試試看 然後產生安裝耗電 那如果 幸運的話 就產生出來 就沒問題 那如果 在Build的時候發生問題 那你就要看看 缺了哪些檔案 那現在把它加進去 然後甚至要把 SPEC檔再改改 再Use 看看可不可以 通常會一直在這邊輪圍 那如果很不幸的 連 搜查RPM都沒有 那你要想辦法 自己先去 開發的網頁上 或網站上 把Source Hubble Download下來 Download下來以後 因為既然沒有搜查RPM 那當然沒有SPEC檔 那你就要自己從頭 或者是 就是 從別人操來一個SPEC檔 然後改一改 然後再進入這個 五個回 進去測試 測試 看看最後能不能 幸運把 RPM 入圍 那這就是從 從SourceRPM到 IntoRPM 簡單的 那實際上的工作其實非常簡單 它所需要的命令只有一個 就是RPM View 就是RPM View 那RPM View了以後 我們通常是在 剛剛我講的那個 Space 目錄底下 做路練習 因為你的 規格 都放在那邊 如果你要做一個 SourceRPM 就是RPM View 然後 這樣子 就會成功 那比較難的是 減EA 減EA的意思是說 我要把 SourceRPM還有 InstallRPM 通通式的 做出來 那後面也直接 SPEC檔 這樣的話 它就會照著 SPEC檔裡面的動作 做一連串的 解壓縮 然後 Build 然後Install 那中間只要有一個 地方出錯 它就會停路 所以你說會有錯誤 你要再來 再感受 它比較特別的是 有一個 簡秀RC的這個 它可以 它可以 秀出剛剛 呃 我們需要用一些 巨集檔案 來巨集的名稱 所以有時候 你要查 巨集的定位的話 很有用 做了巨集的內容 對對對 嗯 因為太大了 所以通常我們後面都會 加一個 Cite 然後Brave 然後找一個 要特定的一個 然後 這邊當然是 你做好以後的 RPM操作 這個當然也要會 因為你拿給別人的話 別人也知道問題 那你要包的話 應該通常會了 這個RPM 做好的 那個 安裝檔案就是 用RPM去安裝 它 然後 如果要30的話 去-1 如果要查其他 裡面的 資料的話 去-Q 然後還有一些特別的 -MF 可以查 某些檔案 是屬於誰的 然後 -L的話 是把所有的 套件裡面的 要安裝的檔案 都列出來 那 你可以接套件名稱 就表示 是你已經安裝了 如果你是 還沒安裝的 你就想先看的話 那你要再加一個 -1 就可以接套件檔案 去看檔案裡面的 簡單介紹一下 命令的範例 假設我今天 想要重新 Due 就這個 編輯器 這個套件 我可以先用 Y-1 Download 的 把就這個 它的 搜索件 Download下來 那 當這個 建議 你的套件庫裡面 一定會有 然後 Download下來以後 你就可以把它安裝進去 安裝進去以後 它會放在我的Home RBMQ的 這個裡面 我吸氣進去 它裡面就有一個 就點 SPEC檔案 你可以看看 它的上一層 Source裡面 就包括 旧的 所有的 原始碼 可能還有一些 太強 那你可以用你習慣的Edit 去編一下 旧SPEC 這個檔案 編好以後 通常你也只是 Trading Road 加一條而已 那你就可以用 RBMQ 選擇 就點SPEC 去把它試著 體驗起來 如果新運的話 變好了 那你可以看一看 它 點點Q的 常常舊的 點3點7裡面 就是剛剛 它的原始碼被 展開以後 Q的 資料 通通在這裡面 剛剛這一段 RBMQ 如果成功的話 它的SRBM 就放在這裡 如果成功的話 它的RBM 就放在這裡 當然這個是 如果你是在 I-686 電腦上Q的話 如果你是在 六次會員的話 它就放在 X86 六次 可以 你可以把它 那這一個 就是把它 安裝進去 安裝進去以後 你就可以用 RBM.QL 它就會把 安裝在你 電腦裡面的 檔案通通列出來 大致上 我 做成 看命令 就是這樣 這次 其他像 Vavion套件 它都可以 重複幫忙 可以 有的話 這個非常麻煩 你還要 而且它 會接送 從你電腦上台 一定要給它一個網址 像 這樣子 你要先放在 Wattbox上面 然後分享 然後再給它 再這樣 的話 對 你不能自己 Apple上面 對 它會提供在 這個人的網站上 但是每一個 都是一個 他一個人 但是 你可以自己 上去 開一個帳號 開一個 project 你的project 裡面可以 找好幾個 你自己 別的套件 那一個project 會幫你 它會幫你 做好一個 套件 對對對 讓你放在 YuWan 去做裡面的 比較方便 所以就是 比較方便 對 其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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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種 Sache 製作 GSA 据 這 那 你 不知道有沒有 我不確定 對 可 他不會Q別的 他不會Q他自己 但是他自己的他可以做好幾個 因為腿道有關的他都會幫你Q 對對對 可以可以吧 現在搞不好 好都可以Q 他就Q顯但你就點就好了 對對對 但是你Q越多越容易失敗就是啊 他是一個人失敗 對啊 那你想要每個都成功 那你的Spec要學很快 他說如果是得到十六版的話 因為他有些版本 我等一下會想到他那個 化驗體會不一樣 他的製成的套驗 所以就要根據每一個他會有點面貌 所以如果是針對某一個的話還好 所以如果是針對某個都要學會不一樣 那你如果是針對某個都要學會不一樣 誰在 就是RPM 比如說我跟網路上抓到一個RPM RPM 對 那我西螢機也有可能 那我要RPM 那我要RPM 那他就證明說這兩者會有什麼 會 那他這個不是有什麼 那如果正常的話 他會預設你應該是新的會去蓋舊的吧 所以你後來的 他會發現後來的 如果那個版本比較新的話 他就會把 呃 舊的蓋掉 但是他一定有分update的和規定 如果你是打update的話 而且你的六比較細 那舊的就會蓋掉 那如果是反過來 他會說有問題 你已經裝了新的 然後問你說 你要不要 怎麼樣 通常是比較好 你是 最好手動之餘先把新的弄掉 然後再裝很久的 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所以他有如果去 反正也好 對對對 好像 還有特別套件 因為反正那個 也不是太容易抵的 所以他才規定說 打包子要遵循某些 所以說 我說 那個版本編號會 不連貫 他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 就是 有沒有某些特性的 編號是 的 呃 呃 那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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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用 OK 他讓你過 但是你想要 某一天 呃 期待 沒辦法收進去的時候 快 快點不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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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我黃金修配品給我可以用這一個 但是其他人自己包的 版本他沒有規定 所以我剛剛講的版本 他的規定數字應該沒有那麼複雜 他大部分規定都是套劍名證 套劍名證比如說 他不能有點 然後是最好也不要有底線 只有少數的例外可以 這招根就有例外,有例外就很恐怖 然後 他的那些,我剛剛講的很漂亮 他那些Live 那也不能隨便亂出 有一些你開發 你就是 像這一點他是-DEV 而已 這一點的開發 他就是什麼叫-DEV 但是誰通常的規定 規定這裡一定要是-DEV -DEV 官方好像沒有-DEV 那或者你亂取 反正你一次那個功能就一定要用這個 可能是吧 反正他就有一個對的規定 那你自己打包 他面具我應該是不會 配人去什麼名字 他都會要你做 那給別人用就麻煩 好,那 應該綜合來講完了 後面我再講快一點 後面你審了一點 額 郭忠祐是多票 像第二部分,受雜片 我剛剛提到的 我現在拿一個別的 Distribution的 授雜片來 我要把它包成 水都把它 不然會插進時期 比如說我拿 我拿Davion的東西來包成水都把它 Davion裡面有一個控制檔 它裡面有一些 資料我們可以超過來用 尤其是相依性的地方 但是很不幸的 他的 Davion的名字 跟水都阿爾都不一樣 所以 所有的資上面列的 當然還有更多 原來是Davion的名字 我們都要把它改成水都阿爾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這個Davion是-VED的 一定要把它改成-VED的 不然你直接超過去 你的Spec 你的Spec會破不了 你那個 R-VED會說 沒有這個檔案 你叫它Require 需求的時候 它會長不掉 但實際上有 就是它名字不一樣 它會長不掉 那這些很多都是 Davion都有加LINE的 然後隨後來的 都把它LINE去掉 然後 把他們的名字的習慣就是這樣子 不過這個Python的很多 現在北都阿爾也改為跟 這一點點一樣 所以 這時候 每一版就有點不一樣 那日本從 AL1050的另外一個VED版本 這個好像是Swap 他們也包得蠻多的 那你要把它改成 誰都要用的話 也是要改一堆 那很多具體名稱也要改 這個太多了 那如果你要從Mandriva 或 這個可以 Makaria Python改過來的話 也是要改一堆 它這個很多大小鞋也不一樣 你這大小鞋也不一樣 你覺得大小鞋也不一樣 你覺得的話 就說不認識 那你從POD或SUSA 改過來也是一樣 那有時候還會碰到一個問題 他們的Spec檔 不是UTF-58 技術的 你知道剛剛前面那個 俄國的 他是用什麼 KOI-8-R這種 技術 Windows 1251 他為了要放一些俄文字 但事實上 他們當初做的時候 應該就是直接用UTF-58 你們做的人 就直接用 當地的人 就像我們用BIG-5一樣 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 會有很多麻煩 通常 通常這個什麼 第一步應該先把它拼成UTF-8 然後再來改 那你改半天 還發現不能過 是因為那個 自己不對 它會出現一些問題 然後這POD也是一樣 這是波蘭的 波蘭的 它習慣是用這個 就是這個 成為智堡的自己 最好也把 先把它改成 其他 發行版的套件 要去哪裡 收東西 那這個 PODC 這個是斐多瓦的 你當然要先 把斐多瓦收一遍 要 弄半天才發現 斐多瓦裡面已經有包了 那你還在那補版件 人家都已經包好了 其他的話 你可以找找看這些 施捨的 或者是ALT令 什麼的 看看這裡面 這都是讓你搜尋 網路上 你沒有人 包括RPM的地方 最好是搜得到 SoftRPM 這樣會比較方便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拿別人太改 從頭寫 都是最後作業文字 好那 重點是今天 要做一下 SPECT檔 那其實剛剛已經講 大概已經有一個影響了 SPECT檔就是 完成這整個動作的一個劇文 的重頭寫檔 它就是一個檔案 如果你真的要重頭做的話 其實也還好 對於小的套件 剛剛講的那些套件 你裝了以後 它會給你的命令 叫RPM EVALOM EUSBAY 還蠻長的 這個命令 然後接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要做一個FOO的這個 玩 那它的名字 當然自然就是FOO的 然後SPECT 我就這個命令 然後請它 幫我做一個 通得出來 對啊 這個命令以後 它就會造出一個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的內容 就是下面這個模板裡面 很簡單 它的Name 都已經幫你填好了 Release 也填好了 然後 然後 這些都標準的 前面這一段 就是這個檔案的 套件的一些屬性 它的名稱版本 它的 點介 License 它的Source 就是通常放一個Table名 或者它的URL 這個URL是放可能一個網址 然後這兩個的差別 就是Require 是表示說 你在View的時候 就是 通常意思就是你在Make的時候 需要哪一些Library 你要把它列到很聰明的時候 那Require 只是表示 它在執行的時候 需要哪一些 通常這個可以不用行 現在RPM 譬如都比較聰明了 它會自動去搜你那個裡面 去猜測你大概需要哪一些 但是有時候它還是會猜錯 所以你可能還是要另外 後來就等到拆湊的時候 你自己再 補一下這個Require 把它 比如說 我這個Apple 這個軟體 我裝的時候 我一定要有 VAR這個軟體 可是它可能拆不出來 這個時候 你就要在Require 裡面寫VAR 像你View出來的 所有的RPM 在安裝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 真色 是不是已經裝了VAR 如果沒有裝 它會禁止你去裝FOO 除非你 特意說 不管我一定要裝 有的它會不讓你裝 這個是方便使用的 那另外這些 這個Description 就是比較長的一些描述 就是隨便去 然後這邊 Require 是準備的區段 這邊一個一個 我們稱為一個區段 這上面是準備的區段 中間這個是主件區段 這個是安裝區段 這個是檔案區段 下面這個是 紀錄的區段 推移動 那每一個區段 各位可以發現 都是由一個 百分比 帶一個不是 來 進程的 那這個百分比 我們稱之為是 RPM的G 那百分比 那百分比 後面那些 就是它的訊息命令 這個有點像 呃 寫Megfile裡面 時候 用 錢 錢字號 帶的那些東西 就是Megfile它自己 這等於是Megfile設計的語言 那 RPM檔也一樣 可能是百分比 後面帶的就是 RPM檔自己的語言 它會自己把它解釋 像這邊就是 它解釋的一些區段名稱 零固定就是這些區段 那這些區段裡面 像這個 setup 這個setup 不是區段名稱 它是一個 命令句 呂配合是一個 區段句 它們通通都是由 RPM的這個命令句解釋 然後這個解釋 都會在所有文件的解釋之前 就跟Megfile一樣 它會先把所有 呃 錢字號的東西 都解釋完以後 才會停在解釋裡面 剩下的 這是蠻重要的一個概念 因為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的錯誤 都是這樣子嗎 就是 所有的百分比 都會被RPMU 先解釋過一遍 它在 然後 它可能會去 像這個 back install 它會去把它展開 它會展開成實際 呼叫系統的妹子 然後install 然後再加上一些 設定 它會去把它展開 就是屬於 聚集命令 那這就是聚集區段 大概就是這些組織 那 剛剛我講 你用這個命令 清建以後 它做出來一個模板 那你就把這些 填上去 那 幸運的話 這些 這兩個段都不用改 然後把 它要 安裝的檔案 把它列出來 放在這邊 然後 trange log 把你自己的日期 名字 的email 寫一下 痾 幸運的話 這樣就OK了 然後RPMU 就可以把 install RPMU 那 後面 詳細講一下 SPECT 它的結果 其實這個就是 剛剛那個 把它再重新組合一下 我們常用的區段 就是剛剛的 屬性區段 描述區段 準備 一件 安裝檔案 指定跟記錄 就是這邊 就是屬性區段 描述區段 準備基段 屬性區段 屬性區段 安裝基段 檔案基段 變成記錄 就 主要的就是這裡 但是還有一些 吃藥的 你可以加一些 定義 還有 刺套件 所以刺套件是 RPMU 在一個 SPECT裡面 定義好幾個套件 然後它 Fuel出來的時候 是 一個 SPECT 是可以 一個Source RPMU 但是你可以 組建出好幾個 InstallRPMU 它也許 一個 一個SPECT 就可以做出好幾個 InstallRPMU 不需要每一個都選一個 那 那些 額外的RPMU 我這邊稱為 吃泡店 那當然你要把 吃泡店的詳細 描述也都要提議 但是它的 準備 安裝檔案 這些都是 前面三個都是共用的 然後 你們再把吃泡店的檔案 額外寫出來 然後 後面要寫一些命令 比如說 安裝完做什麼 安裝前做什麼 然後 吃泡店的命令 如果有的話 也要額外寫一下 那 這邊是 選用的 那這邊是 常用的 就是 通常需要寫前面這一段 那 這邊 每一個稍微提一下 定義區段 就是 ROBO 通常是定義一些 變速名稱 然後 或者是一些 特殊的 系統的 RPMU的一些變速 這些通常在 有問題發生的時候 再翻過來看一看 那 屬性區段 就剛剛講的 是 都很容易一點 就把這些照鈔 看他的 籃層是什麼 獸組是哪一個 然後 就很容易 然後 比較特別的 像我們這個 這個Sauce 通常 各位看到 這個名字裡面 我們也用一些 具體的代號具 像這個 具體包起來 Main 他就會去抓 前面這個Main 然後把這個 放進來 這個具體 version 他會把 前面這個 版本 抓進來 這樣的好處是 如果你 你這邊當然也可以 直接寫 M4O 然後1.2.3 這樣子 但是 你下次要升級到2.0的時候 你 這邊也要改 你這邊也要改 很麻煩 我們希望 如果你下次 升級版本的時候 你需要 這個地方 然後也許 升級LOGO再加一條 這樣就OK了 因為你所有其他地方 都是用 卷出具體來使 這樣會比較方便 好 那就是Main Main 他這個 沒有在分 我 剛剛沒有分 你混的 好像可以 但是我們習慣 都 在外面的時候 就是寫這個 在裡面的時候 寫這個 對 還會變習慣 但是我自己是 你混的鞋 OK的 你這邊寫大鞋 或者全部大鞋 好像都可以 對 那你這邊就寫大鞋 好像也可以吧 不 沒有在分 我就是這樣 沒有在分 習慣是這樣鞋 外面鞋 手製大鞋 裡面鞋 裡面鞋 然後 Beauty快 習慣上 是 一個鞋一列 你也可以把這個 接在這個後面鞋 但是 我們比較 不喜歡這樣 通常是 撐開來比較 比較容易改 然後當然 我這邊 所有 常用的組合 意思是說 通常都要選這些 那選用的話 是偶爾 我們還要加上 右邊這個 把他加在這個後面 比如說你要寫 反體中文的 蓋藥的話 你可以用重語寫法 TOMERY 然後 關號 ES TW 你就可以寫 反體中文 因為他本來只有那個 英文 那 如果你Source 不止一個 那 第一個是Source 0 那下面 你就可以用Source 1 可以寫別的 這可以一直排下去 說是100 說是1000 我不知道 可以找檔心 然後 配取的話 當然是 修補檔心 可以配取0 配取1 這樣 然後 這 Request 剛剛可以講的 就是 如果他自己猜錯的話 你要幫他補一下 然後 QR 如果 你這個 套件是 就是 比如說 像是 Python 完全用Python型的 或者完全用 JS2型的 那 那種 就是 所有的平台都可以用的話 它有比較加倍 VueArc VueArc 至少是 它的部分 I386 I6860 像 它 Vue的一個 NoArc 然後 既然 新的比較聰明 如果很不幸 你的套件裡面包了 是 有Arc的東西 就是 有平台相關的 那你有指定的NoArc 它會跟你說出問題 這個時候 你再把它拿掉也不行 所以通常 你覺得有可能 你就把它加上去 沒關係 它成功 那個表面就對了 然後不成功 你再把它拿掉 但是如果你 認為這 反正 應該是NoArc 可是它跟你做不成功 那結果可能 你裡面 包錯了 不知道什麼表處 如果 就是你要看一下 然後 然後描出去 很簡單 就是這樣子 然後 隨便寫 當然你可以寫 多過圓的 如果它多過圓 你要寫 然後 一個 就是用法號 很可憐 然後 次套件的 其實跟 主套件一樣 就是 你肯定要同時 打包一個 Development 比如說 FOO 你要做出一個 FOO的 RPM 又要做一個 FOO Bank Development RPM 那你就要加上 這一段 它是用Bank 這個特別的 那 這個的話 下面 俗信不用說太多 寫個 Summary reprise 就可以了 然後 Discuit 也要寫下 他寫法 通名也是要加給 他得知道 這一段是給他的 那 如果你取的名字是特別的 比如說 因為如果你這樣寫的話 它是 name 然後base 通名加給 但是如果你是要 比如說 我要寫 我要做出來的是 Live 然後FOO的話 這樣你要寫 減 然後你要指定 他們 這樣一種解法 他們會被指定 這種是 注加上 這種是指定 那本類區段 他就是把 提供給他的Source 結壓縮 然後 setup他命令 他會把解壓縮 以後放到工作目錄裡面 那 Visa會進入 這個 主目錄裡面 那 如果你的 POPO解壓縮 不是這個 主目錄的話 你要額外指定 用N來 額外指定 以POPO解壓縮 後的 主目錄裡面 他又可能有 接那麼多的 特別的問題 通常我們 加Page也是放在 這個區段 那你就是 Page0 然後Page1 Page2 這樣 寫上去 另外 你比較懶惰的 修改法 是用SEE 直接改 通常是建議 最好是用Page 可是如果 你現在要測試 或者是你改的東西 真的非常小 你現在不想 花時間去做一個Page的話 那你在這區段 直接 SE然後 然後 直接去刪改 某個檔案 寫生 把它改掉 這樣 然後 指建區域的話 是Builder 然後 通常他會Compute 他通常 這 外面的名稱 他都有寫好一個具體 因為說他 具體的話 其實他這 百分比 場地理論 他大概就是等於 你直接指揮 點 前線 場地理論 然後 直接點 然後加一些其他 他認為 他認為通常都需要 他就會幫你 全部 集合在裡面 所以盡量 還是用他提供的距離 這樣比較方便 也會 比較不會出錯 但是有時候 就是偏偏不能用他提供的 因為你要設定一些特別的 那你要只好自己打 他真正的命令 打開就行 用真正的命令 去改 然後這個當然 你也可以加一些 你自己的 變速設定在上面 那剛剛有人問到 就是 Outroforce的寫法 剛剛是用 旁邊的 或者是直接Mate 那如果是用CMate的話 可能就要這樣寫 那他也有一個 百分比 CMate的 具體可以用 那如果是QMate的話 就能用 那如果是很古老的話 要打 στα Gaming 那如果是ionen posting 的話 那如果我很不信 這些人沒有的話 那你們要自己 有GP7 一條一條把它打好 所以通常會出錯 然後你自己 可以要打一堆東西 所以 如果這樣打 那還不得你自己 寫好一個那個怪人 然後把它包含EG當作Source One 然後含EG然後再進去每年 這樣拿來比較快 因為你實力打得越來越快 然後這個使用的打法是這樣子 然後當然有很多其他更小的東西的打法 如果有逐漸好的話就會進入安裝階段 它也有一個百分比Making Store 它還有一個百分比 這個是百分比Making的底線install 它還有一個百分比Making的直接install 這兩個不是不太一樣 那有時候要用這個 有時候要用Making 那有時候這兩個都不能用 你要自己打Making控油install 然後加一些你自己需要的特別參數 所以這個很難講 會需要哪一個 當然還是 以它多個聚集為優先 試試看 如果不行的話再想辦法改成自己 那通常的話會選這樣 那有時候還會加別的 那Python的話 那Python的話 Python要寫這樣 那如果它沒有Making File 那你知道自己install 那自己install就跟前面的install一樣 那這是自己install和Making Install 然後這是Stone Install 它裝好以後 你還要給它一個Files 就是它 它 Making要求你把 install到信網裡面的東西 詳細的列出來 它要一個一個比對 看音不一樣 用不一樣 它會說有問題 但是不比百分之百完全一樣 因為可以用一些 萬用資源來代理 但是基本上 它的特點有幾個 第一個 你盡量要用它 提供的 那個具體 符號來 作為 路徑試試試 最好不要直接自己寫 斜線User 斜線 Chair 之類的 最好直接用Beta DIR這個 來代理 那第二個是 列在這邊的 當然就是你 剛剛install那段 有放進去的 那 百分 那個萬用資源 什麼時候用呢 簡單講 它的精神就是 列在這上面的東西 應該都是 完全屬於 你這個套件 所 獨有的 那你就可以用百分 如果百分比 列出來 都是它獨有的 那你就可以用百分比 來 萬用資源來列 就是說 其實最簡單的 你可以直接在前面 這邊就 這個files 這邊 這邊 搜查片的方式 Source code有可能包含 scape板還有一些source 那source有可能很多種 那這些我們稱為 簽入檔案 那source code很簡單 就是下載 或者是clone以後 自己 打破起來 壓縮 那其他特殊檔案 比如說兩RAR的 那你就要這樣子 因為RAR需要特殊的 可以減壓縮 然後 然後 輕力 它是可以壓縮 但是你還是要給我 補檔案 它就會 資源方式不太適合 它 直接 這大部分它會幫你解 以前不會解 所以這樣 現在很不需要 那現在也是一個不正常的 在非常奇怪的情況下 我們拿別的RPM 可以做我自己的source 就是把RPM 再包一次 硬包出來一個sourceRPM 如果你真要這樣幹的話 它的做法就是這樣 那你也可以用BED來做 這都不正常的做法 那你用 教法檔來做 你用SWM來做 其實還寫 沒有寫一個 我不太想寫的 但是實際上我做了好多次的 就是用 EXV檔來做 然後 當這個地方就要寫 WI 已經畫一個 因為它很快 我畫一個 好 那 常常我們翻譯的時候 一定要加 因為 我們自己提供一些 額外的翻譯檔 那 原始檔當然是不好喊 你借給它 它可能還要好久好久 才會包進去 甚至 呃 實際上 還沒有消息 所以你自己要把它加進去 source1加自己的翻譯檔 然後把這些放進去 然後build裡面喊進去 然後一直都有加進去 這樣子包出來的RPM才會有你的翻譯 然後有時候我們要自己幫它做一些 這個 這個 桌面上的 icon 因為它可能原來沒有 這樣使用者 點一點才會啟動 這也是它的做法 就是加了以後 有時候只能找到 iCode檔 然後 你要用confer把它變成間G 然後install進去 這都是額外寫在各個區段裡面的 那有時候我們要幫它加一個testup檔 這樣它在選單裡面才會有這個檔案 否則它都要開terminal去打命令才會出來 這樣派法房 那 這也要對testup檔稍微有點了解 左邊的是用source寒入的方法 就是先寫好再寒入 右邊的話是一來的寒入就直接內接在裡面 用Code的方式先這樣直接做一個 然後就派進去 點個一個 然後有時候它沒有提供share script 你要幫它做一個 所以你要寫一個 然後就是印竄進去 那share script才三 兩列三列 內接一下就出來了 不需要直接做 然後 如果你是從Davion那邊偷過來的 對面的配置檔 它的做法是這樣 對面通常給的都是 因為有時候 對面它包好了 那它也配取了 那你做出來的 你過了但是不能執行 你也沒有配取 那你就在裡面偷過來 偷過來的話 你 就直接拿過來 然後這樣 抬進去 然後intel就過了 那你如果真的要自己做配取的話 那你如果真的要自己做配取的話 當然寫程式還是要會怎麼做啦 當然寫程式還是要會怎麼做啦 真的有兩個方法 一個用Dave去做 一個RPM有一個RPMQ的套件裡面 有一個 Generative這個命令 它會 它是用Q的裡面 已經 特別適合你 遇到一半 遇到一半 發生問題的時候 剛好就用這個 然後 把它改一改 然後就做配取檔出來 就可以直接做了 它特別適合 給RPM做 那你用傳統剛剛前面那個地址做也是可以 好 那最後一個 更不正常的做法 是 人家做好Binary Fire 直接做傳統 做RPM 根本沒有經過SourceRPM 這個當然不建議啦 不過 做的人還是要知道有人這樣幹就是 第一個是 有一個東西像RPM RPM4的時候 這個開發者離開Red Hat 他自己做了一個D500 很厲害 現在RPM都是4 所以他技科第5跟第4 有點互相融 所以有些做出來的人 你會覺得怪怪的 還不是用RPM做的 這各位自己也就是這樣子 RPM4是 RPM4 大歐太 有些人 拍照裡面是嗎 誰幹都可以 所以這個 他是原來RPM的 他自己做一個RPM5連大歐的 然後他把它升到第5版了 但是他做的 多了很多特殊的工程 所以RPM5連大歐的不是 RPM5連大歐的 背後控管 所以他邊界還是獨立 理論上是獨立 理論上是獨立 但是實際上 根據說 人都是RPM5連大 因為那邊 他的核心 他必須要控制住 阿 他不可以隨便亂生阿 可是他在那邊RPM5連大 RPM5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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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會吧 RPM5連大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如果你 拖到別人的一個電腦系統 他裝了一個RPM 你想把他的RPM 拖出來的話 那就是RPM5連大 執行以後 他會把已經裝好的RPM 檔案再反向做出來一個安裝RPM 因為 讓你可以拿到別人的電腦再去裝RPM5連大 但是他做不出送RPM5連大 那Check install 這個以前還有人用 現在沒有用 Check install 他是給以前Mac的 喜歡用Mac的人做的 Check install 然後碰個Mac Install 你本來要打Mac install的時候 你打Check install Make install 他Mac install的時候 他就順便把你要裝的東西記起來 然後順便幫你拖給RPM 還有DEV 所以你裝好以後 RPM和DEV也做出來了 但做出來的 通常你沒問題 應該是比較複雜的 還是不行 這個給 通常是給 呃 神式開發者用的 就是他 他不必學這個 他都是可以跟這東西做啊 他可能就順便這個 然後做出來 然後就做出來 他就可以放在他網站上 讓人家當作人 可以 這個 這個 我不知道 這個 不行吧 我不知道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好好用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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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會問一些問題 問一些 比如說 版本啊 然後 名字啊 然後 Discrimination 這些 為了要做 RPM的東西 對 對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 叫做Alien 呃 這是 也是以前用來 把DV轉成RPM RPM RPM轉成DV 用的 這個就是 in-store package 之間的 副轉而已 這個也是有很多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 就是兩個系統那個 相應套件的名字不一樣 但是我也試過 做Spec的時候 故意把那些相應套件 都寫成DV的名字 然後那種 Spec檔 是錯不了的 因為 沒話都不認識 都是錯的 但是那種 把它包出來 硬包出來以後 然後用Alien轉出來的DV 是可以裝的 因為他都對 他不會轉 他不會轉 他不會把 那個 檔案三個 格式 換過去而已 然後還有更多其他的 應該要那種 幫忙各種東西的 轉成RPM的東西 因為大部分都 不太能用 哈哈哈哈 但你可以 像設備也可以 你可以把它用看看 然後做出一個空格來 你再把它改一改 通常改變會比較難 最後 最後 還要再講一次steak 這個 這個就很無聊 這些都是我個人的一些經驗 寫steak的時候需要 這樣聚集這些 其實用多了就熟悉了 它實際代表的是 這個後面是別人 然後第一次應該要怎麼樣 直接安裝要怎麼樣 然後這就是 很多標準的 打包的整個 有起來任意 這都非常多 會不會覺得這樣 一定要符合這些 它可以收進去 好 大概就這樣 恐怖一些 這是他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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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